這個事情發生多久啦 到現在還繼續停著 沒有 包屁嘛 沒有 放水嘛 沒有 不敢罰嘛 謝謝主席 有請秘書長 有請監察院李秘書長 喂 你早 秘書長早 逮捕了一下監察院的 113年的立法計畫 上一屆的國會 監察法曾經提出來 後來監察院自己把它撤回去了 後來在第二度 又再提出來 那上一次被撤回去的法案裡面 有要處理調查權法制化的問題 後來再提的版本 裡面這個條文已經沒有了 我講的就是監察法 第26條的規定 那這一次 你們在監察院的立法計畫當中 兩個具體的問題 第一個 監察法什麼時候送來 我們希望在這個會題之前 可以做得到嗎 應該可以做得到 第二個 調查權的法制化會處理嗎 呃 我們沒有這樣的計畫 目前沒有這樣的計畫 李委員您之前在當委員的時候 對調查權沒有法制化批評很多嗎 覺得現在沒有這個問題了嗎 現在的調查權跟國會的調閱權 還有司法的偵查權有一定的 不一樣的理由跟目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這一次的立法計畫 是延續的上一屆 我們送來了監察法 有關國家人權的部分 所以目前的監察 目前監察院出的調查報告 沒有法員的依據 對不對 我不太懂黃委員的意思 目前監察委員 做得最多的就是調查報告嗎 是 調查報告的法員依據在哪裡 監察院行使95條 憲法95條96條的調查權 所以調查報告當然是依照相關規定來 所以你直接是用憲法的嗎 您當初在當地法委員的時候 強烈的批判這個調查報告 沒有法員依據你還記得嗎 我知道 所以我跟委員說明 這一次我們修法 就是程序上屆借其不連續 我們送來的是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權行使的部分 國家人權委員會 歸於國家人權委員會 現在我在請教你的 是調查報告法員依據的問題嗎 目前調查報告的法員依據是什麼 調查報告我們現在依據的就是 監察法26條 直接依照憲法就對了 其實監察法26條 監察法26條上面有調查報告嗎 上面沒有提到監察報告 但是我們依照調查 我們做了調查 就應該做調查報告 沒關係啦 秘書長 你在當委員的時候的立場 跟你現在的立場一不一樣喔 社會大眾可以檢驗 下一個具體的問題啊 地方巡查 勞斯動眾啊效應極差 監察院什麼時候要處理 監察院巡迴監察辦法 監察院的巡查是因為依據監察院的巡迴辦法來規定 我們每年要對地方做良心 所以你認為地方巡查有沒有效應 這個我們內部有在討論 所以有沒有效應 最重要的是我們 我們的監委到地方巡查時候 可以接受民眾的陳情 然後我提醒你看一下齁 2018年12月19號 那時候你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職群監察院喔 我列給你停啊 有關地方巡查的業務啊 只是要應付四個月一次的巡查 搞個地方政府勞斯動眾 到底在巡查什麼東西啊 那這種東西齁 根本就是不符合時代的產物啊 現在交通這麼發達 還要什麼地方巡查 那是過去的觀念啊 那個時候你建議監察院自己 把這個地方巡查的辦法把它廢掉了 你的立場有改變嗎 跟委員報告齁 因為我這樣的建議 監察院地方巡查已經由三次改為兩次了 由三次改為兩次 對 我們看一下 那是不是要再有改為兩次的討論 來112年 111年 110年 巡查的次數 32次 32次 22次啊 地方政府一樣是要應付這些地方巡查 預算一樣要編啊 對 所以我跟黃委員報告 就是依據相關的規定 我們來執行 那過去我講的 認為地方巡查次數太多 那現在改為 不是喔 那個時候你是地方巡查自己要廢掉 那時候你還氣死監察院啊 沒錯 該自己廢的報告不廢還要立法院動手 黃委員 所以現在監察院要不要自己動手 黃委員 我跟您報告齁 現在這個部分 我們院裡正在討論當中 什麼時候會有結論 這個要看院裡 我只是幕僚長 不是委員 我 所以啊齁 您當到秘書長了 我希望 你們都堅持過去的理想 我的看法跟你一樣啊 搞這種地方巡查要幹什麼 直接把他廢了啦 我在院會提過 那但是委員有不同的意見 這個要留給委員討論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對於監察院 過去這三年 彈劾的績效 秘書長覺得滿不滿意 我們向來不以績效來做 監察院到底有沒有做到 他的憲法賦予的職權 憲法賦予的職權 是彈劾究極審計 重點是如何把違法實質的揪出來 好 而不是案件的多少 好 重點不是案件的多少 2014年 一樣是您喔 痛批啊 我們的監察院啊 一個委員 平均一年 彈劾不到一件啊 不會 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2023年的時候 彈劾了幾件 2023年彈劾了20件 那有一人平均有到一件嗎 沒有啊 跟你當初批評的時候 一模一樣啊 20件是需要經過很多的程序 還要審查的 所以各個委員其實是相當忙碌的 那整個的調查 2014年的時候 你的批評啊 是 一人一年彈劾不到一件啊 這個監察院啊 根本不認真啊 這個批評到現在 有錯嗎 還是 那個時候 不認真 現在 很認真 當初不就是你 一樣的人 用劍數來處理嗎 謝謝我跟黃委員報告 比我想像中的複雜 所以我在當監察院秘書長以後 我了解說其實委員相當的認真 調查次數也沒有因為這樣而有減少 第四屆第五屆第六屆的平均數都差不多 監察院有沒有發揮他的效能 一年花納稅人十萬塊值不值得 這留給社會公平 請教 無償提供動產跟不動產 應不應該申報 動產 呃 財產申報法的 沒有 政治獻金法第二條 政治獻金法無償提供的動產或不動產 這是政治獻金法我們不是主管單位啊 我剛才說過 財閥的機關是誰 財閥機關是我們啊 是你們啊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無償提供動產不動產沒有申報 要不要財閥 這個部分我請那個 我們財政處的處長來跟您回答 請 呃 報告委員 還是要看他是不是 政治獻金捐贈的目的下的一個無償 好來看一下 2020 蔡英文 喔 這個是競選喔 招牌弄得很大喔 結果他的車子 詐騙集團的首腦無償提供 從歐部也承認了吧 那個說選舉要跑行程啊 無償提供給他啊 第二個 這個房子 一樣喔 半毛的租金都沒有收喔 無償提供喔 在這一個 蔡英文總統 陳歐破立委 進學年任羅東後援會 站在前面啊 上面在看著那個招牌的人啊 我跟你們介紹一下 你們可能不知道那三個是誰啊 那三個 就是曾耀鋒 就是張竹芬 還有他們的友人 無償提供了以後啊 三個看到招牌掛到上面啊 非常的開心啊 在這邊看啊 這個要不要申報 那個報告委員 這個案件我們已經有派查 但是因為這個案件目前也在刑事的真審中 所以我們這邊先 這兩個部分吧 政治獻金有沒有誠實申報 跟刑事的真審應該是兩回事吧 我知道但是因為他也有涉及到 這個部分他認為也有其他在刑事案件裡面的責任 所以我們才會先暫停調查 為什麼暫停調查 我好再跟你溝通一下觀念啊 是 刑事的責任歸刑事的責任啊 有沒有接受公養 要不要負刑事的責任 跟政治獻金法沒有誠實申報 有什麼關係啊 委員我跟您報告 政治獻金法有沒有如實申報 這個本來就要依照規定來處理 那您提到 現在我依照規定來處理嗎 我現在跟您講 我現在跟您報告 就IMB案 我們現在 我們的監察院也正在立案調查當中 那這個部分因為涉及 涉及 剛剛我們處長有講 涉及刑事偵查 所以這個部分有關財產的申報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暫停 不過 講細題一點啊 刑事偵查 有沒有犯意聯絡 有沒有行為分擔 有沒有參與詐騙 那個是刑事責任的問題啊 政治獻金法 政治獻金法 規範的問題是什麼 你該申報沒有申報就要開法啦 有這麼複雜嗎 黃委員我跟您報告就是 如果刑事偵查沒有出來 我們無從判斷 他是不是用政治獻金來捐贈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必須 我先提一下齁 陳歐柏自己都承認啦 再來說選舉的時候 無償提供給他跑行程 請問你還要怎麼認定啊 請問你還要怎麼認定啊 認定是不是政治獻金 這個部分要等刑事偵查完以後 我們才有辦法確認 那這個部分我們不會以陳歐柏怎麼說 來做為唯一的依據 他就是當事人啊 他就是當事人啊 什麼時候刑事偵查 成為監察院 不履行職責 放水的擋箭牌 這個不是放水 這個我們正在 委員正在這一 針對這個案 我們正在調查中 這個事情發生多久啦 到現在還繼續停著 沒有 包屁嘛 沒有 放水嘛 沒有 不敢罰嘛 沒有我們是因為刑事偵查 所以我們暫停審查 對我們根據那個 行政法法26條的規定 所以這邊只要我們覺得 裡面涉及到的這個行為 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所以我這樣問好了啦 他刑事偵查就一直放著 一天不終結 你們就繼續的辭言 繼續放著對不對 不是 報告委員我們隨時都有掌握 刑事偵查的結果以後 我們看了 假設說真的 他 所以嘛 我就問嘛 只要刑事偵查五年不偵結 你們就五年不會動 我說的對不對 不會 我們會看偵查的內容跟報告 如果偵查 你如何得知偵查的內容跟報告 沒有 沒有刑事偵結 你如何得知偵查的內容跟報告 黃委員 我跟您報告清楚 這一件事情 您提的是政治獻金 是 因為現在有刑事偵查的問題 那這個是不是用政治獻金的方式 項目 進來政治獻金申報 我們只管這一部分 至於他的 他沒有申報啊 現在我不是管他說 是不是用政治獻金繼續申報 我現在挑戰的是他根本沒申報啊 我有說錯嗎 沒有申報要不要處罰 沒有申報要不要處罰 我的問題很簡單嘛 沒有申報當然要處罰 但是這個部分 政治獻金 他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捐贈 這個部分 我們還需要 整一次偵查完以後 我們才可以確認嘛 所以我的問題很簡單嘛 你要等到偵查完嘛 所以五年不偵查完 你們五年就不會動 對不對 如果在這個部分 這個檢察官有明確的表示的話 我們就會依照這樣 不影響到我們政治獻金 檢察官什麼時候明確的表示 說監察院不能動 檢察官什麼時候明確的表示 剛剛我們處長已經說明很清楚 黃委員 其實他的行為也有發生在之前 所以這邊也有刑事責任的部分 所以這邊也有刑事責任的部分 請我們監察院會後 可以將你們更明確的答案 我們可以提交給黃委員參考 好不好 黃委員 OK好 謝謝 我們下一位我們有請